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一年了才做 然后又有一个粉丝朋友说 豆腐鱼它也是信我一年了 让我什么时候做一下 我仔细回想了一下 确实有一年了 今天我们来做一个豆腐鱼 鱼通常我们是选择花莲鱼 也可以用比较小一点的草鱼 草鱼太大了就会老 然后再草鱼尾不开的 顺着鱼骨推到鱼头 先把草鱼给它分成两半 鱼头砍破 把里面肠鱼的内脏 这黑膜给它刮干净 这个比较腥 然后我们把鱼给它切成条 这样切来比较好看 切的鱼我们倒到盆里面 加姜葱 这里大概两斤半 然后两勺盐 来一点点白酒 实在没有也可以用量久 先用手给它抓匀 抓至鱼有益的粘手 我们就放到一边 嫩豆腐我们给它擀成条 准备一点泡椒给它切成末 再来一点姜蒜末 再来一点干辣椒 给它切破就行了 再来一点花椒 要选好一点的 鱼下锅之前我们给它挑出葱姜 用水稍微把鱼冲洗一下 锅里面先来适量的油 油最好是用猪油和菜籽油的混合油 今天我家里面只有菜籽油了 先把生菜籽油油温烧高一点 烧到冒烟 然后先关火 等这个油稍微凉一下 然后锅里面下入干辣椒 花椒爆香 下泡椒 收拌酱 红尖这边的豆翅给它放一点 不一定要用我家的 用其他也是一样的 然后下入姜蒜末 高度白解油从锅边淋入 注意安全 能吃辣的朋友 这个时候来一勺辣椒面 颜色和辣味来都会提升一个档次 然后我们加水 水的量要感觉刚好能进到鱼和豆腐 然后我们下入豆腐 我们来上一点点盛醋 鸡精 胡椒粉 少来几个白糖提一下鲜味 然后我们给它烧上两分钟 让这个豆腐充分的入味 烧豆腐的时候 把红手淀粉对这个水准备好 两分钟之后我们下入葱段 然后我们把鱼也放进去 搅拌一下 让这个鱼受热均匀 这个时候来要来一点花椒粉 一边摇锅一边让它均匀的受热 大概煮上一分钟 这个鱼肉八分熟 把这个淀粉水搅拌一下 均匀的下入芡汁 然后我们就可以准备起锅了 然后装盘 然后均匀地撒上葱花 这个时候鱼还是没熟的 然后均匀地撒上花椒面 辣椒面 白芝麻 然后我们把油烧之猫烟淋到上面 啊 就行 我们很久不见了 我们很久不见了 是一个闹牛一这样子 可以说 我们不见了 就说 这个鱼是很久不见了 我们不见了 我们不见了 这边的大鱼 这边要对我 我不见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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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做的 我可以吃 吃鱼也很累 吃鱼也很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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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简单说一下注意事项 这个看似一道很简单的菜 其实很容易撕把牙 主要原因就是在于鱼的火候不好把握 因为这个鱼没有锅粉 所以下锅很容易很容易煮了 在腌鱼的时候也要重一点 先把鱼给它腌入味 世界高级的 下锅之前要把鱼表面的盐粉给它冲掉 鱼下锅之后给它煮上几十秒到一分钟 只要鱼表面全部变色 然后就赶紧勾切 给它捞出来 出锅的时候应该是八分熟 静一下应该是九分熟 油一泼下去刚好断上桌全熟 要点差不多就在这里了 炒料这些没什么技术材料都是这么炒 鱼的火候一定要保护好 鱼要新鲜一点 现杀现做 吃饱了很踏实 好多观众朋友们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哎呀 吃着鱼吃着鱼